好 上上上 大火合力將胃虎鯨亮晶晶抬上軟墊 小心翼翼慢慢移動它到床坡上 為了降低這隻胃虎鯨的緊張壓迫感 搬運途中佈置軟墊雨水線不斷朝它潑水 終於一切準備就緒 亮晶晶要重返大海了 那這隻動物它是屬於體型比較大的動物 那以目前現在我們救援站的大小 我們沒有辦法讓它有更好的照顧 亮晶晶在17號擱淺宜蘭蘇澳海域 被民眾發現後送往基隆八斗子救援站 不只肺部感染 肌肉也有受損 除了有金屯會 海巡署 宜蘭與基隆政府協助下 主要是超過400名的志工 不分日夜排班照顧 亮晶晶身體恢復良好 25號一早就在基隆外海 水深大約150至200公尺處野放 因為我們必須要穿著這個 沼澤衣在水裡面 那水裡面會有水壓 所以一般是一個小時 但是以我們目前的人力是很吃飲的狀況 所以說站了一個小時以後出來大概休息一個小時又要下去 亮晶晶體型320公分 體重大約350公斤 不只體型瘦大 剛開始被發現時還沒有辦法自行漂浮 志工們必須下水池站著扶正它 過程中還得不斷餵食頭藥運動復健等等 照顧起來十分不容易 不過經過9天耐心加上細心照護下 亮晶晶食慾終於上升體力也持續恢復 另外海報數也表示這支亮晶晶是今年接獲第9支活體金屯擱淺案件 目前已經成功協助5支重返大海 不過外虎金活體擱淺的案件相當少見 這會在大家通力合作下亮晶晶順利重返大海 TVBS新聞流行過李嘉燕基隆成本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